今天我帶你們來看長生在非常巷弄裡面的一間私廚 也是目前我們開拍到現在年紀最大的 完全不老 他把那個很粗的纖維都消掉了 難怪他說這一盤青菜用了三個小時 其實就像媽媽對孩子的用心 就想要讓他們吃到最好的 歡迎收看漢濤天下 我是韓志 今天我帶你們來看長生在非常巷弄裡面的一間私廚 即便你來到這邊 你也會覺得他就是在賣吐司的 對啊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在賣吐司的一間店家裡面 吃家常菜 他白天是早午餐的私廚 晚上是屬於月菜式家常菜的私廚 也是目前我們開拍到現在年紀最大的 也是聽說功力最厲害的 目前已經85歲的私媽媽 她要來幫我們做今天晚上的料理 跟我一起進去 看一下今天晚上最棒的私廚 大家好我是紫芸 我是漢濟的朋友 那我本身之前是在香港聽聽聽聽 然後介紹美食節目 今天來探探漢濟她 對美食的品味到底是不會 哎呦 但是 我跟她這 對啊我感覺她這幾年 實在是蠻囂張的 所以我們要先嘗試這個皮蛋對不對 她聞起來真的是滿有那個 就是麻油的香 還有麻油的味道 還有那個嫩漿的那種酸味 其實我常常在吃很多餐廳 開胃菜都是皮蛋 然後也會放嫩漿 如果沒有這個麻油去做這個煤盒 其實嫩漿跟皮蛋 滿正態的 它是兩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懂 當初她問為什麼要放在一起 可能就是清爽開胃之類的 但是既然用麻油可以把這件事情 融合在一起 欸 滿厲害的 真的 其實麻油的香氣一開始就從鼻子出來 然後你咬下去就有那個 皮蛋的嫩感 然後呢 還有皮蛋的香氣跟麻油香氣 攪拌在一起 是真的整個又提上來 然後最後那個嫩漿的清爽感 就是會 又有點解膩的感覺 我個人是蠻愛的 這是紅茶對不對 有 有花香跟那種茶感的感覺 香腸裡面會有荔枝味 怎麼樣把它做進去 荔枝紅茶 是只有大陸有 台灣大部分都是蜜香紅茶 但是蜜香紅茶 它的花香是比較淡的 它是沒有辦法把它放到這麼重的食物裡面 但是荔枝紅茶呢 因為以前有人送過 荔枝紅茶 它味道就很重 女生嗎 是 它用荔枝紅茶的這個香氣 然後做在這個香腸裡面 所以它這個香腸片比較乾一點點 所以它香氣會出來 它如果沒那麼乾 或是油脂比較高的話 我覺得這個香氣不會出來 然後 原來這就是沙漿的味道 所以它雞翅有特別調過 大小 都是一致的 它的入味是沙漿的那個味道 不是那一種讓你覺得吃起來比較重 比較鹹 然後 連雞肉本身的腥味是完全都沒有 而且沙漿的味道本身其實非常非常開胃 你就吃了雞翅之後 等一下 所有人都可以掃盤 師傅媽好 好 好吃耶 我剛剛吃那個 這個 很好吃喔 你看被我啃光光 我跟你們講 我本來不會做的 這是我老公叫我的 真的喔 它是南京的 南京人 我不是 我是廣東的 我本山的 後來我改了 買那個金王火腿 然後那個湯 它一吃 哇 老婆 妳知道她講什麼 才對的 我很愛你喔 好棒 你們試試看 看 吃完了 愛不愛 一定更愛你 師傅媽媽說這個是吃了會說我愛你的雞湯 好浪漫喔 對啊 八十幾歲的媽媽 會 哎唷 你也會結巴喔 我們喝湯 第一次遇到公司比較強的禮拜兵喔 確定這是香港人包的 因為 港式雲吞 包出來的手法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我吃到這個我會 我會自己 很熟悉 是因為我以前在開店的時候 我就是賣餛飩片 我記得我大概十分鐘 大概可以包個 八十幾個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不相信 自己Google 沒有 沒有 因為這個師傅嘛 它不可能就是說把蝦分了幾塊 然後切個幾塊 然後包進去給你吃 它既然要給你 有一個很好的口感 它就給你捲吃蝦 對 然後還有加上它的那個 肉的部分 在打的時候 它在它攪這個攪肉的時候 就花比較多的時間 因為它有黏性 它才能夠沾附在皮上面 橙皮牛肉 橙皮很好 因為橙皮 可以自咳嗽 通常很多香港 牛肉丸阿 腐皮捲阿 肉餅 都會用到橙皮 算是他們就是 當地習慣用的一種 香料 這幾年你看橙皮 很貴 原因是因為 橙皮就是 實實在在在需要時間 然後去 橙化 然後才會有這個風味 台灣阿 老菜脯 大家都知道嗎 那老菜脯其實也是 它也是需要時間去換來的 所以你看其實 老一輩的智慧阿 真的是 讓大家都可以 值得去學習一下 其實 聞新的橙皮阿 你聞起來 其實就是 很重的那種柑橘味 這一種沒有 因為它是已經成年老了 那香氣會銳減 可是 它的內斂的味道 會更明顯 對 要聞 你們最大我都不太想講話 因為很好吃 因為找你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要少講話 大家想要聽你講 不太想聽我講 可是我只要會吃到 比較好吃的我的話就會變少 喔 難怪你平常遇到我的時候都不講話 因為我們都是不好吃的 好吃 因為一般我們吃大明蝦 應該都是比較彈牙的那種 那它是除了彈牙之外 就是媽媽有特別注重它的嫩度 你咬下去的時候 可以聽到它那個卡卡卡的 有 蠻嫩的 它大概做到九分熟 所以它吃起來是那種細緻 然後彈牙 但沒有到Q 因為不會 沒有到十分熟 對 十分熟的話它就會比較紮實 我覺得你今天輸了 你知道輸在哪嗎 沒有 你知道輸給誰嗎 輸給櫃 對 櫃超厲害的 因為它很甜 櫃超甜的 櫃超甜的喔 很薑耶 聞起來很薑 不說我還以為是嫩薑 完全不老 它把那個很粗的纖維都消掉了 難怪它都這一盤青菜用了三個小時 其實就像媽媽對孩子的用心 就想要讓他們吃到最好的 而且它很酷 我把這個青菜吃完的時候 我在講話嘛 其實嘴巴裡面都是薑的味道 薑的味道 對 薑的味道一直跑出來 所以其實它那個薑汁是已經包覆在整個青菜的上面 然後讓薑汁入味又熟成 然後有微微的一點點乾苦最後回甘的感覺 這蠻厲害的 它這個螃蟹很滿耶 我第一次吃到螃蟹加這種雞 然後把它包在一起這樣 掌握了食材的熟度啊 這是靠經驗 真的 可是了解食材的組合跟搭配 我跟你說這個 這個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這還要靠甜分 它已經85歲了 這個東西做成這樣子真的是 太厲害了 太不得了了 香港就說東心斑啊 因為它整個紅色的蠻喜氣的 對 所以就喜歡吃這種的 新鮮 魚新鮮 所以好吃 芹菜腰果 雞肝草菇 是四種風格 非常迥異的口感 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像說 這些食物可以這樣搭配 我是先一個一個吃進去 再留一點在嘴巴裡 最後綜合起來 我再把它咬在一起 我也是 因為客家小草也是要這樣吃的 對我也是這樣想的 它的香菇很juicy 這個是 這個香菇 這是什麼 這是花菇 難怪 這種搭配我第一次吃到 如果有機會你們一定要來嘗試看看 它吃起來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是一般你在吃的創意料理 而且吃起來就是好親切 然後 因為在西秦 西洋秦 在這一道菜裡面 扮演就是比較清爽的一個 比較爽口的一個角色 你在吃中間那個香味 跳出來的是因為它的腰果 可尾韻回甘是因為雞肝 雞肝跟腰果的味道搭在一起 是真的很香 前面 中間一直到後面 味道一直給 對就會一直不一樣 我覺得蠻棒的 而且你在咬的時候是很有層次 能夠做成這樣子 我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它 薑還是老的辣 對 是媽媽 這好酷喔 我沒有吃過杏仁的這一種架構 然後是鹹的 因為我其實蠻愛吃杏仁的 可是有很多杏仁茶喝起來 就是讓我覺得很膩喔 還加了白木耳 還有木瓜 所以這種組合讓你覺得那種 鹹香甜的那種感覺 好難以形容 這個是它杏仁香 還有木瓜的甜香在裡面 還有剛剛我們把那個 東興班的魚肉回去 去做一個滑蛋 這一間做的滑蛋 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軟嫩 然後跟那種 魚鮮的那種味道 把整個match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 光吃這個就很滿足 好啦 感謝感謝你今天這麼辛苦的陪我吃 他平常沒吃那麼多的 可是今天好吃 大家都知道我吃了很多司廚 可是我覺得今天是讓我覺得 很細膩 最有溫度的一家 很溫暖 就是他的情感是很豐富的 非常可以感受得到 也是我們拍節目以來 到現在年紀最大的主廚 而且你看到他出來這樣一道一道介紹 就覺得哇不得了 他是帶著那個85年的那個溫度來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走出來一直想要看我而已 看我們又把菜介紹好啦 好啦 對啦你最帥 謝謝你今天邀請我來 不然我不講他好話 下次就不會邀請我 這就是當主持人的好處 可以強迫來賓講好話 好啦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著漢濤天下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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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去訂閱一下那個子余 他的那個 他的生活也很豐富 然後也非常有氣質品味 好啦OK 我今天才發現你這麼會講話 真的嗎 對啊 我平常跳的你都害羞啊 你好好說 其實我覺得今天 無論他上什麼美食 嗯 最好吃的搞不好是你 真的喔 開玩笑的啦開玩笑的 我覺得我第一次把漢字講得有點害羞 臉有點紅紅的 不是你 我缺氧 缺氧 對 可能要冷光呼吸 玫瑰露酒 剛剛他裡面有加了一個酒 白酒的一種 真六酒 對 一起聞 好 用嘴巴 我覺得 對 到底是妳的 心太大口了 笑 我完全沒有聞到 你泰戟了 你太急了 感絕病 山羊 如틱